因為我們發現說 之前不是有什麼平凍的六桌 什麼養青蛙 或者是說哪邊哪邊 死亡很多人 他都有一個脈絡 他就說我聽定語委員誰誰誰 說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他們這個AI技術 居然還一直在進化 其實假訊息不是只有AI這類型 我先講因為剛才剛好收到一個 疑似是假訊息 這是老師們提醒家長的一個訊息 它上面寫說 連假出郵回來 我們要求大家要通報 我們小朋友或者家人 大家去這個 就是我們連假出郵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就丟出來了一個連結 網路網址的連結 要求大家說 為了了解這個學校出郵的情況 請大家完成並提交 並請填上孩子的姓名 所以這個訊息 其實我們也嘗試著 很勇敢的點進去看了 點進去之後 他就開始要求你填一些個資 你住哪邊 然後你去哪裡玩 這些訊息 當然我們在後來其實 經過學校的老師們提醒家長說 有這樣的假訊息之後 馬上這個訊息就網址就已經失效了 但是也不知道說有多少的家長 其實可能他已經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個資已經外洩了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來看到 就是說假訊息其實與時俱進 你看連假才剛結束 馬上昨天開始就有這種假訊息在線上 為了就是要求取這個民眾的個資 我們看到這種是屬於說我們懷疑他應該還是屬於後面有一個集團性的犯罪 是人為去創造這種假訊息 但是最近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開始看到很多的這種假訊息 它是屬於這種有樣板的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就是 其實你把那個名詞 比如說人民的部分改成高家瑜 改成王世堅 改成比如說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然後後面可能事件的部分 在套換一種事件或者是物品 這個時候可能你就會發現 他會有好多不同的類型的假訊息 但是他同樣都是有一個特定的樣板 那這一類的假訊息 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第一個特徵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所謂的簡體字 第二個就是他在轉檔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字是你很明顯看到 他可能統一那一那個字 就不是橫的他變直的對不對 他就編碼就歪掉了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編碼上面沒有處理好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有這種就是 有點像是一個馬腳就露現了 就讓你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假訊息 那再來就是台灣的用語的部分 其實你會看到有一些用語 其實是滿就是對岸他們才會用的用語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就會很希望說 疫情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這些假訊息 他都是希望導向說好像台灣的疫情 其實也很嚴重 那就是希望說台灣的民眾 也能夠對台灣的政府 也開始有產生一些不信任感 那我覺得好險是我們 其實在疫情指揮中心 其實每天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疫情的一些直播 所以對於民眾來講 他們在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至少都還有真實的訊息 可以去相信 那我們在對這種疫情的假消息 其實有幾種防治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事實查核中心 就是我們在就是行政院的機關裡面 其實有一些是像法務部調查局 他們會有一些事實查核的一些團隊 這些團隊他們會用 就是即時民眾回報假訊息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去查證 他是不是真實的 那再做一個澄清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中研院 格仁科技部 其實我前幾次在質詢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提到 他們已經開始在做所謂的 也是用AI跟機器學習的方式 去自動辨識訊息的真偽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想像 有點像是那個電子郵件 其實我們電子郵件裡面 都會有很多是我們的垃圾郵件 自動分類電子郵件 是否是垃圾郵件 這樣子的機制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幫助大家